目前网络游戏已经成为了年轻人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 但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很可能会造成网络游戏障碍 就是我们常说的游戏成瘾 今年春季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障碍列为一种疾病 呼吁全球关注这一问题 不过关于这个话题目前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们来看一看路透社的报道 这家位于纽约的游戏咖啡馆几乎坐无虚席 今年13岁的凯塞尔瓦托 每周都会来这里和在线网友打游戏 并且十分享受在虚拟世界中的这种体验 她的妈妈对此很担心 你知不知道他们应该有规则 而且孩子在这些年轻人应该不会在这种地方 我只是觉得这不是正确 你知不知道 全是关于视频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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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都在做 你知不知道 像他的脑袋在烹饭 玩游戏像这些 在继续游戏里面 奥本海默基金的数据显示 游戏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 该行业的销售额 正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随着该行业的不断扩张 关于网络游戏障碍的定义 诊断和治疗的争论 可能会加剧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这种行为障碍被描述为一种持续的游戏行为模式 且优先于其他生活兴趣 也就是说 当人们把游戏放在首位时 工作 教育或人际关系都将受到影响 但美国精神医学协会 目前并不认为网络游戏上瘾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疾病 因为绝大多数玩家都没发展成某种疾病 所以也建议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研究 全球行业组织也已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审视其决定 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将游戏障碍列为一种单独的疾病是合理的 很多游戏们都会在开始提醒 记得要休息 去外面 拖延 再继续 我觉得游戏社会经常会提醒大家 此外 美国娱乐软件协会强调 应该将家长控制和游戏教育双重举措 包含入游戏中 也有精神病学家认为 心理治疗目前是最常见的治疗方式 但想让保险公司为这种治疗买单 仍然有不小的难度 逊心服用游戏就为游戏教育双重举手 都在心理治疗时 您全身材料 逊心动举手 但是 福州 1号手